大家好 我是刘文波 上一场比赛呢 我是战胜了那个韩国的梁海俊 然后很多人看到我是靠次权来奠定了这个胜利的基础 但其实呢 还有很多东西来 很多其他的技术来铺垫这场比赛 然后这给大家讲一讲这些技术 首先呢 在赛前呢 我们研究了很多梁海俊的技术 梁海俊比较喜欢用这个后手的大板拳 还有那个直接的后手的直拳 所以说我在做了这个防守的这个后手板拳直拳的时候 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首先呢 他只要出后手板拳 我要么就离开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他再出 我来隔挡 但是单靠隔挡是不够的 这时候呢 就需要还击和迎击 那我这时候选择的更多的就是上后手上中拳的迎击 比如说 对手在出 后手板拳同时 我来出这个上后拳 给对手更大的压力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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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这种情况呢 多次的压制梁海俊的这个后手的 拿手的直拳和板拳 几次的迎击之后 他就不太愿意继续靠这种技术来进攻了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采取抱腿 或者等待机会 这就给我的前手前手的次拳创造了那么多机会 当然了 前手次拳也不是说 单是靠这个这个 纯速度快就可以打到对手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 速度每个运动员其实都会有 而且在这个训练当中也都会这个下很多的力气 但是真正的次拳打到人呢 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一个是什么呢 我出拳的时候 我会直接作为起点来出拳 而不是出拳的时候就要准备好 蓄力再出 这样打不到人 而是我守在这儿 我直接就走了 我守在这儿 我直接就走了 这是全路线的一个技术的基础 还有一个很多的时候呢 如果你给对手很 你很怎么说呢 注意力很集中 这样 对手时时刻刻都会对你的拳保持警惕 那相反呢 那如果很放松的 他可能认为你的拳出不来 这就是一个机会 比如说我一直 他会很注意 我突然放松了 他同样也会放松 这手就是我打的的时候 比如说 没有放松 但其实这个时候是我打他的一个机会 还有的时候你需要观察你的对手 在你观察他 如果我很努力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他注意力很集中 我打不到他 好 我放松了 我能看得到他有没有放松 然后我一放松 我看到他和我一样放松 这时候就是我打他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放松 但其实这是我准备进攻的那个时候 到你 걸로都崩�露了 身份 该取得知的 核毒咖阳 盯着 准备